Hello 大家好 今天Coach Henry有点时间跟大家分享 这个是 每一位同学啊 儘量是教练的 这个是教练的 因为这个也是送给每一位 有教练的学生 没教练的学生 我们很难帮大家的 自己帮自己 又有点困难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分享给宗明的朋友 多谢朋友姐 多谢钟禮 那gemeasuring progress 很重要 那什麼叫Measuring Progress 你可以知道自己有沒有進步 有時候有很多朋友他們會覺得自己沒有進步 但其實正在進步 因為那個Progress是Baby Steps這樣走的 逐步這樣走的 不會突然的一聲 很少機會會這樣的 不是沒有 是很少機會會這樣的 那我們最不想的 就是看到有些朋友他們其實在進步 而他們覺得自己沒有進步 那見到他們會對自己很低 其實這是一個錯誤 那當然如果他們覺得自己正在進步 但是他們沒有進步 我們都會慢慢地解釋給他們聽 但這次是一個正確的東西 但是我們最不想就是有些學生 他們對自己很不開心 其實他們正在進步 那只是有些東西慢一點 那 那 那個Mindset就是 你每一天 進步少少 那你就會繼續去 Make Progress 那 我們盡量講一個 很複雜的東西簡單一點 好嗎 因為 It's very important to keep things simple 因為整件事都很複雜 那今天就 我已經 今天我都燃了我自己 做這個video其實很開心 因為我喜歡跟大家分享 一些幫助別人的東西 Right 因為幫助別人的東西 我覺得是有Value的 那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們都要幫你自己 你都要給一個機會 你自己去球場 With我 或者其他Coach 讓我們可以幫到你 那你不需要在那裡 那 Sometimes 我們Coaches 不只是我 我們都會覺得 If you only give yourself a chance 你會省很多時間 省很多心機 寒水 不過有時候 很多時候是看價錢 這樣就很難的 But anyways 我們繼續 move forward 就 Mostly for targeted 那些朋友是有學球的 那 教練會用自己的方法教你 and which 我們 Totally respect 不同的教練有不同的方法 那 Most of the time 我們簡單的說 就是他們會 他們會 餵球給你 Right 那他們會 守衛 求拍衛 用自己的不同的方法 衛球 其實是一個science 一個art form 每個師傅都有自己的手法 有個目的 有個objective 去做的 那 這個我們今天不是去討論的 那 我們今天是一個intro 那 我們之後的videos 都會逐個去這樣講解 那 猜球 那 Coach可能會跟你打多些球 有些家長就說 有一些groups 是只是餵球的 我不是在這裡去告訴你 對還是錯 有些groups 是只是猜球的 我教練站在這裡看的 ok 我都不是在這裡告訴你 對還是錯 我只是告訴你 你自己會知道 how you are improving 有些groups 你是跟別人猜的 那個教練不做事的 我也是不會去comment 對還是錯的 嗯 it all depends on you know coach 是怎樣去安排那件事 令到你有progress but it's very important 去知道 你有沒有progress right ok slow progress is progress 有進步 慢的進步 都是進步 千萬不要灰心 繼續去努力奮鬥 有些 嗯 coaching呢 教練是會跟你打match game 打分的 那也都會 我們會講解少少 然後simple的方法 當然不會 講完 是不可能講完的 因為其實 很多的 you break down 都是 you know 很多的 所以變成 that's why 如果詳細去了解一件事 especially to你自己的situation and especially 用一個language 你去明白呢 是非常重要 去seek a professional 去陪著你做這件事 ok 好了 那 我們會 這個video series 會講解 怎樣去measure progress and dedicated to 全部的不同的 學生 找教練 送給你們的 讓你們知道 你是 making progress you know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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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fine just because progress is slow 不代表他們不好 and 和大家分享 就是 不是經常都會有 progress 是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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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你要 take a step back in order to go forward more 吞一步 right 開闊天空 大家都聽過 然後 或者慢下來 等你以後可以拍得更遠 這個是我 我經常都stress 這件事的 你一定要慢下來 STM Method 是build upon這件事的 慢下來 ok 你一定要slow down 你不slow down 你想改東西 明白東西 是不可能的 ok 那希望大家 enjoy我們這個upcoming的video series on measuring progress 那 I really want 每一位朋友仔 first of all 是身體健康 ok 身體健康也是個progress right without health you can't do anything also 你的progress 是繼續去進步 but你要去明白這件事 如果你不明白這件事 是其實都幾 不開心的可能 那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我們的coaching 我個人的coaching 我外面可能很多不同的師傅都一樣 是都很mental 你一定要明白這件事 你不明白這件事 或者 你不去appreciate那件事 其實 其實很難 去 投入那個世界那件事 如果你真的想進步的 long term 想進步的學生 I suggest 你做件事 你真的用心去投入去做好些 其實 夠不夠整一下少少 夠不夠整一下少少 其實 你只是會影響你自己的improvement 教練當然是會 一定會用心去教你 I'm sure 我是 I'm sure 外面有很多教練 都是很用心 很有value去做這件事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都是要自己去 肯 用心去投入這件事 去明白這件事 還有肯去 make progress I pretty much guarantee 有很多個100% 肯去投入 肯為目вод 去做這件事 fit 我自己都是這樣 可能 有些時候 會有些 蹩頸位 that's why you need coach i have a coach too 身上有很多也來他 Rofe for a long time so it's very important 理解這件事 他明白這件事 如果你明白這件事,你不會浪費時間 你一定會立刻去找個教練 如果你不立刻去做一個步驟 其實就是說,你一點都不明白這件事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透過我們的分享 可以更明白,好嗎? 請大家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多謝朋友仔,多謝社群 and welcome to comment anytime,最重要是 positive 有建設性的 comment 不然就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不要浪費你們的時間,時間都很寶貴,好嗎? 我是志祖,拜拜!